大家好,我是宣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四大關鍵 說說市,今天市反覆,早段曾經跌穿過27,700點水平 不過其後跌幅,好在收窄,最後全日跌不多 跌83點,收了27,800點齊頭 成交就縮了很多,793億 今天市回軟,與內房股遠遠有關 包括華潤智地的2% 加上科技股,今天也有回吐 其中稅升,也是減價2% 拖累的市反覆回軟,回到27,800點邊 說了整個市的形勢 今天市,你單看恆生指數 升跌波幅比大了昨天,但成交就縮了 顯示今天跌市,但沽壓就不太大 好像都是暫時的方向感不太強 起碼看恆生指數來說 顯然初步就有少少阻力了 27,900點至28,000點這個關口 但有阻力之餘,有回吐之餘 大跌的動力,今天看起來就不大 剛才說了,成交縮 後市是怎樣看呢 7,800點提及四大關鍵 可以從以下幾個關鍵位 來研判後市的情況會怎樣 第一個關鍵是甚麼呢 就是美股 因為美股有關方面出了 一些不太好的消息 以至技術面也有些暗湧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不好的消息是甚麼呢 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彈劾特朗普 現在是美國歷史上第三個 是眾議院通過彈劾的總統 雖然最後特朗普 被參議院通過彈劾的可能性 現在看來都是低的 因為超過三分二的參議院的議員 通過彈劾才會生效 否則就會沒事了 但是這個過程都比較麻煩 因為有時間搞的 聊聊聊聊 辯論一下 就搞了一大輪 對特朗普 以至整個美國的政壇 都會構成一些不明朗因素 這個對美國的情況來說 是有些陰影在這裏的 與此同時 政治方面 有問題之餘 你看到 標普500指數的走勢 都是大家值得留意的 特別配合美國奇權市場的情況 就更加要留意了 因為今週五 是所謂一連四度 一連四次 就是四拳到期日 到期日 到期日 在星期五 都會到期日 四類期貨 換言之 在到期前 以往到期前 可能會有些動作 但是近來 就不多一次 到期日之後 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所在 因為特別是看 標普500指數的衡生 技術走勢 更加要留意四拳 即是到期日後 究竟如何處理呢 因為你看到 這就是標普500指數的 一明燭圖 最近兩天都是出現 什麼情況呢 小陰燭 而且都是低收的 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顯示 其實沽壓在高位 有些 顯示高位 大家在3200點水平 有些回途壓力 壓住標普500指數 讓它沒有再上升 其實之前 突破了小雙頂的阻力之後 其實走勢上 應該是不錯的 但是突破之後 再升了一點點 就發現 高位其實 一直有回途壓力 所以大家留意著 標普500指數 特別是期貨 四月期貨到期之後 究竟怎麼走呢 這是關鍵 什麼是關鍵位呢 第一個 當然是小雙頂的水平 小雙頂的水平 高位是3154 大概用3150 齊頭而記 這是第一個位要留意 而3150大概是 這條黑色線 就是上升軌的水平所在 換言之 如果跌穿3150 就很有可能 穿上小雙頂的 之前 阻力變支持的 這個位置 小雙頂支持的 這個位置 以至 可能穿上升軌 當然是不大有利 這是第一級 要注意的關鍵位 如果穿上 五十天線 當然是窩窩 五十天線 是中期的走勢 現在是3079 一直升下升下 留意著 穿上五十天線 又穿上剛才的位置 顯示 美股的情況 可能有變 對港股肯定 是一個不大有利的消息 特別是 標普五百已經升下升下 升到超賣的水平 十四天RSI 去到七十以上 所以更加值得大家關注 第二個關鍵位 就是看看個別股份 因為今天先後有兩類股份 出現配股的傳聞 或者消息 消息是由邱泰 配股 集資兩億 雖然不算多 但是多多少少 對科技股有些不良的心理影響 所以 科技股普遍回軟 剛才看到的稅升 更加跌得比較多 2%又多 科技股會否因為這支優泰 而配股而回軟 如果真的回軟 可能對他的事有些啟示 科技股最近走勢比較強 科技股整個sector 整個板塊一回軟 便投行 特別留意著 信譽 是金鑽科技股的強勢股 一直扯著上升 走勢是比騰訊 以至瑞昇也要強 現在看到了 信譽的支持位 重要支持位 就是黑色箭咀指的位 這是前浪頂的支持 136.5 留意著 現在差不太多 以至低一點 50天線 50天線 就是127元左右 大家堅持這兩位 會否因著 優泰批股 令到市場對科技股的走勢 或者未來的看法有變 以至板塊回軟 值得留意 第三個位 就是看看中國海外發展 中國海外就是內房股的龍頭 今天有消息 內房股就會批股 暫時都未證實到 但可能性都很大 批股集資不少 折讓有7至8% 集資有38億左右 也不少 內房這段時間的走勢是比較強 一直領先中資股的走勢 如果這次 因為某個內房股真的批股集資 大家擔心是否管理層 又對後市的看法轉出審診 從而辜負 令到這個重要的上升板塊 掉頭回落 頭痕 怎樣看 是否這個重要板塊會否回軟 看看龍頭股688的走勢 688現在還要支持 就是前浪頂支持 就是27.75元 大概28元 還有這條200天線 應該是250天線 200天線就是27.3左右 就是27和28元 這就是中國可以發展的重要支持位 如果穿了就麻煩 當然說到三個關鍵位 不能不提恆生指數自己本身 恆生指數自己本身 恆生指數自己本身 支持位就是 這條250天線 以至200天線 更加重要 200天線 最新站在27,581點 大家看著 如果穿了就可能比較麻煩 好了說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